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不是你这个猪的环境不太好啊 我看着有点拥挤啊 你怎么不扩大一下 让每头猪住的好一点啊 难道还让他们住别墅啊 他们住的好一点 猪的差一点又不必让我挣钱 我养猪就是为了挣钱 只要他们活着就是在给我创造价值 我还管猪活得好不好 管猪活得累不累啊 那你是只管猪的数量 不管猪的质量了啊 反正数量越多也好呗 你这里环境这么差 你不是说猪都不愿意给你生了吗 是本地猪不愿意给我生的 你没看到我引进了一批黑猪吗 黑猪愿意给我生 黑猪 黑猪是从哪里弄的 从非洲 我这个猪场啊 想要办成国际化洋猪场 那我肯定得引进点外国品种啊 就这 还是高价买来的 这个黑猪繁殖能力特别强 他来到这个猪社以后啊 所有的母猪都成他女朋友了 你看到那边那头猪了吗 身上一边黑一边白的 这就是他们杂交生的一个串 那黑猪一来 这个出生率上去了吧 出生率确实上去了 但是这个黑猪性格好像有点内向 平时不打碍说话 我猜啊 可能他这个语言不同 都是猪还存在语言不通吗 那肯定啊 不通地方的猪 就像咱们不同的人 方言都不一样 像这个黑猪啊 他肯定是说这个外国猪语 咱们这儿猪啊 说这个中国猪语 他们交流起来肯定是比较困难的 交流起来困难 你没给他顾个翻译啊 我给这个黑猪安排了两个母猪小伙伴 一方面教他说本地猪语 另一方面照顾他的生活起居 让他别想家 这两个母猪小伙伴啊 天天为了他转 没想到这外来的品种啊 在这还挺受欢迎 接下来呢 我打算给这个黑猪的猪设 他装一下空调和热水器 改善一下这个居住环境 没想到外来的猪在你这还享福了 就得像大爷一样伺候着 没办法 你凭国际话养猪场 你还得靠这些外来猪呢 那黑猪跟白猪打架算不算互乌呢 这不能算互乌啊 黑猪属于正常防卫 要揍还得揍这个白猪 你看我很浓正的 谢谢观看 我们下一期再见